今天星期日 第二个视频 我认为是一个天才式沽空股票的方法 纯粹学术研究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还有问题 我说出来 通过观察通过什么 我发觉这个真是非常天才式 前提到天才式 先谈一些传统沽空机构 谈一谈一些可能大家听过 或者留意名字 我先谈德普科技的案件 德普科技当时有所谓Gorkus Gorkus 出了录述 谈了录述录述各位 可以录述一个资助 但根据这个在网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内,一些公职资料,我估计是在网站找到只有6万元人民币 接着有一个收购,说上高的物业,就是上海富潮物业管理公司有一个被管理物业,德普科技通告说收购4.5亿 但根据工商行政管理局内的资料,只有450万元 接着又说收购5间收购公司的公司,全部都未能实现 我想说,如果是网上找的话,整个所谓recherche报告 即是找个小孩都能做到,努力点,找个小孩都不需要做很多日 找个小孩就会比较聪明,懂得这些东西 基本的计划概念,懂得找资料 如果看中文的东西就懂得是中文 我认为几个小孩一个月,一个月的工夫 几个小孩就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东西,当然最难的就是 一间干炒了上的公司 这间公司不是很难,大家都知道干炒了 老实说,还有另一间公司的公司 因为两间公司要做它的 那Jill Investing就是,报告出了一个月都没有什么 可能名字比较小一点 但做的研究都是说,它收购了一堆垃圾 收购了物业,收购了球队 然后整间公司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老实实那些,让我去做 一个小时就做完了 我意思是想说,整件事是非常简单 整个business model不是一件很複雜很难做的东西 然后写一个报告,总之写到 有五岁就有五岁,说到公司 总之最后一句,公司是完全不值钱,是零的 那就出了一个报告,一个这样的生意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模特性的生意 其实最关键整件事就是做完报告 就是借到货去沽空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好朋友周显大师说过 当时他的老友记 就是931 简志堅,我尊敬的简志堅 全香港应该最有名的白武士 做了几宗白武士收购 2022,931,607,全部都很精彩 没有读有607,都好像是被Gorkus搞的 当时Gorkus搞931 周显大师出了两篇文 其中一篇文,那篇文的目的是 就是说,Gorkus这些报告 BB班,好妓,好弱 实际上,他支持整件事 为什么好妓,好弱 就是说,其实这些人Gorkus 出这些沽空报告 都是赚上这么多钱 相对,应该这么说 相对于简志堅赚的钱 当然很弱 他怎么说呢 931里面 他在文章中说 如果要搞931 他们要给130%的保证金 那只股票,假设他手货是1亿的话 要给1亿3保证金 因为沽空的话 一夹上去就可以 赢有限输无限 那意思是说,给130%的保证金 就算跌了五成 利润都不到四成 即是他说的利润率不是很高 相对投入 就是不是倍数息 因为沽空被人夹夹的时候 可以输得很禁 赢就赢有限 即是赢你最多 买回来是100%的价钱 你最多赢全部赢下去 就是赢了100% 输的话 即是假设你1亿买 你最多赢到它变0的话 你赢1亿 但反过来 1亿的东西如果夹高到4亿 1亿股价 1亿股价 现在1亿股价 在这一下沽空它 1亿 跌到0 赢就赢1亿 夹它 夹到10亿的话 输9亿 所以100%保证金 都不算很苛刻 因为1亿可以输9亿 900%of your investment 反过来 一定要平仓 超过130亿 未超过130亿平仓 到2亿可能已经要平仓 就是这样 第二个点 大师说的 就是 你要借货才能沽空 在市场上 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收到很干 很难借的 还有借货 我始终有个问题 借货也很危险 借货的话 它真的有这些货 如果被你成功夹爆的话 那些货如果是 就是做margin financing finance的大股东的话 是得不常失的 除非那些货 真的是借出来的机构 自己own 如果是做margin 的话 自己own 它就要对这个公司很有信心 但它很有信心 又借给你沽空 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亦都因此 所以大师说的 这些东西你要借 都不会借得很多 都是借到1.5亿股 那它在里面计 就说借1.5亿股 最多 都只有那几千万盈利 所以 其实整件事都说的 一个目的就是 这个生意很湿碎 实际上 如果做research 真的应该是很湿碎 我看回 为什么湿碎 现在 温水股工机构 卡申博 温水档的东西 原来这么出名 香港人很多人都知道 温水这档东西 原来的 access under management 都是2,700万美金 十几亿东西 就是它集了十几亿东西 去做股工生意 和那些 你听到 美国打理基金 浮浮 都有一百多十亿 对不对 原来的员工 都是十个以下 7 plus 即是 我不会多十个 如果不是 就不会说7 plus 这个就是Muddy Water 卡申博 所以整个生意 其实是一个 叫做以小博大生意 亦都是以小博大 其实 就是这样的规模 所以我们说 他们是不需要赚很多钱的 即是可能931 他说 就是执 执 执 几千万 一亿几千万 不出奇 所以就算 他们去追击 德普科技 Gawkes 追击德普科技 都不是很大生意 那就是了 所以说回Gawkes 这两张照片 应该都是 因为 这两位人兄 分别在那部电影叫做 Hustle 里面 是有出镜 这个叫 Dan Da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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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io Investing Gio Investing 的founder Gio Investing 是第一个 沽空德普科技 三八二三 这个大佛佬 那 原来 Gio Investing Dan David 出了报告之后 整个月 德普科技都没有跌下去 直到Gawkes Gawkes Gawkes Sorraine Sorraine 他们再出一份报告之后 德普科技 才跌九十多百分比 就是这样 原来真的不是很大生意 如果我没有记错 Gawkes 都是十个人 以上 Gio Investing 更加 我看他当作是几个人 他上镜 在China Hustle 到电影里面 上镜 接下来访问 整间公司 是很少人 是很少人 所以就看到了 跟着问题 为什么没有香港人做这个生意 我们没有听过 这些高空机构是香港人做的 为什么呢 真心说 这些生意 谁敢做 你想想 他们赢 其实赢了一几千万 如果九三也是赢了一几千万 你三百二三 你赢了多少钱 不会赢很多钱 但输的那边 真的输得很金 这件事 李永生 这间公司的Founder 后来是破产 因为三百二三 如果我看另一个资料 另一个资料 古潭医生 古潭医生 曹医生 都赢了三亿 朱太 又赢了十亿 这次不单止 三百二三 塌了 一四二一 八零九七 三六二 九零一 整堆塌了 我们想想 里面牵涉多少人 输了多少钱 你赢了一千 你沽空机构赢了几千万 这么多人输了这么多钱 你加起来 随便升了十几十亿 说真的 谁敢做呢 谁敢做呢 谁敢出一个沽空报告 案三八二三 案九三一 我真的不敢做 老实实 怎样做呢 真是被人背 真是被人移动 也这么说 reward ratio 也不太吸引 赢的钱 和输的钱 老实实 真是被人砍 也很怪 但是呢 再说一下 是什么 但是 据文 最近在市场上 有一个 我认为是真的 他又不是沽空 但是从你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是一个 天才式的 沽空股票方式 我试试很简单 说一说 老实实说 你这些稳赚方法 这个天才式 沽空股票方法 是怎样的 我试试一下 我想到多少 说多少 方法是这样的 这个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里面 老板 这个大股东 佔这间公司 七成股股票 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 有一个人兄 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 叫自己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 会接触老板 老板 我觉得这间公司 除了觉得你英俊之外 我觉得这间公司 很有前景 我想 你批一些售货给我 批 批百分之二十 批百分 隨便 一般授权配股 百分之二十 不用 或者没那么多 你一开始说那么多 老板未必须十个百分之二十 小折扰就可以了 不断乎五个百分之二十 老板 其实心中有数 因为这些通常都不是 一些很货币 生的公司 老板都会 喂 是不是 有这么大尿尾 随街跳 跟着基金经理会说 没有的 我也是出来找食 没有的 你批了这些 之后你 不断习惊 我都可以了 这样老板 听上去就对了 因为如果不是这么大尿尾 随他要不信 如果你说 其实你也是想找食的话 其实没问题 所以这个批股 就会进行了 上市公司 就要提供10%的股票 给基金经理 天财息沽空方法 精神在哪里 天财息就是在这里 就是股票拿了 但是不知for whatever 什么原因 就是 持续不给钱 直至有一天 就是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有一天 货货就过了 钱就没给了 突然间有一天 就将10%的股票 没有收钱 10%的股票 沽出价 那我肯定下跌 一天沽10%下去 股票跌了90% 加1%之后 在低位 买回10%的股票 买回10%的股票之后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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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原因就是 你的股票跌了90% 所以我不可以去完成交易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就是一个 当然不是一个offerised 借货 一个unofferised 借货 但是借货 又不是给钱 那么 钱终于大家 没有给到 因为到最后 给回货 那么 那获益是怎样的 获益 当然在过程里面 因为 你是 高价沽了股票 假设 假设 一元沽了股票 沽了 比如10%货 一元的价值是一亿的 那你沽了一亿 接下来一毛钱买回 那价值是一千万 是吧 价值一千万 那就是在过程里面 就是赚了 赚了九千万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天才式的沽翁方法 好 就是这样 好 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的支持